中国广东台山核电站近日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最新披露 曾参与建造台山核电站并合作运营的 法国法马通公司 在6月3号和8号两度去信美国政府 称台山核电站存在迫在眉睫的核辐射威胁 请求美国能源部给予技术援助 信中还说 中方为了不关闭核反应堆 上调了台山核电厂外的核辐射最高限度 而上调后的限度已经超过了法国的标准 美国政府在多次开会讨论后 认为台山核电站还没有达到危机水平 但美方需要密切监控和评估 台山核电站的大股东中国广和集团则声称 台山核电站及周边环境指标正常 6月11号 法马通公司又对外发声明表示 台山核电站目前运行安全 公司正在帮助核电站解决一些性能问题 但该声明没有提到向美国政府求救示意 台山核电项目是中法核资的大型核电站 中国广和集团占股70% 法国电力公司占股30% 后者旗下的法马通公司提供技术支援 因为离香港和澳门只有130公里和67公里 台山核电厂的安全性一直备受关注 2018年6月 中国国家核安全局证实 台山核电站一号机组的压力容器顶盖 存在碳含量超标的问题 台山核电站使用两个机组的欧洲压水反应堆 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投入使用的第三代核反应堆 前中国核工业部物理学家黄慈平指出 这种反应堆可以用来生产核武器所需的布 台山核电站此前因为技术故障及安全问题 曾速度推迟投产日期 此次爆出核泄漏疑云 以触发各国高度关注 新唐人记者金时采访报道 新唐人记者金时采访报道